希臘 希臘哲青可以讲一下 对 对 这边就讲说 火热嘛 你看 这是火热嘛 这起火 但跟那个希臘人 他的植物有关系 植物有关系 你知道从大概2000年前的时候 希臘人开始种橄榄树 那橄榄树这种植物非常的厉害 它就是它的根非常的深 它最深可以深到15公尺 也就是说它的树可能只有3公尺高 可是它的根会到15公尺 那它这种树呢有点像榕树 它会破坏整个土的酸碱值 你知道吗 所以当年希臘人认为说 这个植物非常有经济效益 就大量的种 就种了之后 它发现就是它整个地中海沿岸都种 就地中海沿岸就变成有点沙漠化 那沙漠化之后 而且橄榄这种树很特别 它有点带有点油性 跟茴香很像 茴香是外面干的 里面是油的 普罗米修斯就是用茴香把火偷下来 它不是拿火把走下 它不是奥运会拿圣火 它是藏在杆子里面 那这种东西在火烧的时候 它会闷烧 它会闷烧 而且它一烧 你水泡上去之后 那个从古代在罗马帝国的历史就有记载 它不管只要是感染源火烧 你用水泡上去之后 它闷一两天 它又火又开始 所以为什么像从2007年 然后2009年 然后到今年 希腊的火烧 它几乎都没有办法制止 原因就在这里 第一个它耕种面积非常的大 占全国面积的30%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这种植物的特性 所以它们一火烧 制止不了 所以像 现在它们现在又有再新问题 所以我看这个 不只是水蒸火热 实在环境 人民也是一样 OK 好 不过问一下刘老师 听说中国南方的 刚才 刚才那个 西平讲的 这个 不是九省 有十省都受灾 其实这个早在之前 就可以预测的吗 是的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各地那个强降雨 暴雨 到处暴雨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 几乎全部都是南方都是比较低纬度的地方 仔细看 没有一个地方 法国也是南边 中国也是南边 对 美国也是西南边 中西南 对 巴西是东部 对 OK 巴西本来就够南了 都够南了 对 新加坡也是南嘛 缅甸南非 对 我们知道南边 在低纬度的地方 都跟我们台湾一样 气候暖化的时候 这个我们有相当好的 全球的数据来支持 我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我们台湾的 在全球暖化情况下 我们那个降雨的变动 这中你能够讲一下 我们看吗 对 对 它这个数字是说什么呢 全球温度每增加一度 就是各个不同的降雨强度的变化 你看最强的雨 只有增加一度 台湾增加140% 增加一度下雨量 就增加140% 就是最强的 10%的强降雨 OK 增加差不多一倍半 只有增加一度 那现在全世界 过去差不多50年 增加了超过0.7度 所以那0.7度乘上 乘上这个比例我们就知道了 对啊 没有一倍半 也有一倍 也有一倍 对 就几乎正好一倍 所以这些南部的地方 低纬度的地方都像我们台湾 我们数字是很接近的 所以他们每年都会加下雨就对 以后每年这个强降雨都会继续的像这个样子 老师刚刚讲说气温上升它就会降雨 对不对 全世界100年气温上升了0.7度 对不对 台湾100年上升多少度 1.3度 所以台湾这个雨越下越大 好了 另外一个我们就讲 讲到这个美人 今年5月是从20世纪以来最热的一个5月 平均气温 今年5月的平均气温是15.46度 台湾好像还好 就台湾比较好 那比以前的平均气温多出了0.69度 好 那它的平均气温是包括海面上跟陆地上 今年5月陆地上的表面温度是12.15度 那么过去20世纪整个20世纪是11.5度 所以你知道陆地气温增加多少度 增加1.87度 有没有记得正负2度 正负2度 它已经增加了 今年5月1.87度 也因为今年5月增加1.87度 所以水生活 对啊 好恐怖哦 所以那个太阳黑子有没有办法 人类有没有办法 不是 这跟太阳黑子的关系又不大了 这两件事情是长期跟短期的事情 刚刚刘老师讲 其实是说短期 在我们看得到温度上升的过程中 会造成强降雨的增加 刘老师刚刚有另外一个地方 还没有提到是小雨的减少 这对台湾会造成长期的灾害的影响 小雨不下就是旱灾嘛 对不对 我们看中国像上次四月不是那个 银南那个西南五省大干旱 对 大干旱中国搞了一个长江的水要引到防河区域 去南水别引 对 其实在印度也是一样 印度是泥水要染引 印度南部很容易干旱 所以他把那个恒河的水要往南部送 搞了一条大英河一千多公里 搞了三百多个水库 结果它恒河下游是哪里 是孟加纳 孟加纳有一亿多人口 靠恒河喝水 所以两国快战争临界点 所以中国国防部有报告说 如果天气继续软化下去 全世界气候战争最可能爆发地点在哪里 在南亚 所以那个影响人类是很危险的 如果你刚刚讲的孟加拉 哲亲可以补充一下 孟加拉是上帝忘记祝福的地方吗 对 因为最主要是 孟加拉它出海口 那个地方它是属于低洼 地形比较低洼的地方 它在印度跟缅甸的中间 这块嘛 这块 凹进去那里 对对对 就次大陆凹进去 对对对 就在那个地方 凹进去那个就是孟加拉 这块就是孟加拉 因为它那个地方 恒河它留在那个附近 它经过两个大城 一个是加尔各达 另外一个就是孟加拉 就往孟加拉去 孟加拉 它那个地方 因为非常低洼 所以它每一年 就是像我之前去的时候 我们是看到是说 他们的村庄的人 他们说 他们小时候 他们说他们可以到外海去捕鱼 然后后来他们那个人 你知道人对那种景观 会有失意 就是他可能三十年前 跟现在他们忘记 他们长什么样子这样 他们说他们爷爷可能在 他们的村庄 以前住在海边 然后他们现在就往里面退 已经退了大概七八公里 七八公里 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可是对一个这样子都是沼泽的国家来讲的话 它其实七八公里 它的意思是说 有很多本来是小山丘 变成孤岛 那有一些土地 因为海水关心来就研化 所以他们人一直往大都市里面去挤 可是大都市 因为土地 它能承受的人 它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就是孟加拉 就是又碰到 它就常常不时在下雨 下雨的时候 之前没有水库 那柳子长讲水库 也是这几年的计划而已 之前动不动 它只要一下雨它就淹水 然后淹水的时候 就是你看到所有的 我们那时候去 我三天都泡在水里面 大腿以下 走在水里面去 那我感觉到后来回 这样子你还去旅游 没有 最恐怖的是回去之后 我发现 我后来有下一站 我去梦买 梦买就比较有趣一点 就后来我放在我的脚里面 长那种红色的虫 就是那种虫 就抓到那山口里面去 也就是说下雨其实对人 就是当地的人 有疾病的威胁 所以台湾我们一直注意到说 可能气象 起端起后下大雨 火灾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 气温每上升一度 那么增加 那个罹患疾病的可能性 有增加 从前记不记得 每次真正大的风暴 在孟加拉 一死都是几万几万人 有时候上十多万人 那他们针对那个 现在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调试 就是说每隔一个地方 他们有大的钢筋水泥的避难所 所以他现在海水进来的时候 所以老师 你看是地理位置的关系吗 对 没错 现在很衰 在这里建国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假如说是 没办法啊 当时没有办法就分到这样的土地 其实是很辛苦的 他们应该跟巴基斯坦河边 你知道孟加拉的国民所得很低耶 因为他那边天灾不断耶 其实啊 他们那一块土地 假如不是说海水上升的话 他们那一块土地相当的肥沃 是哦 有着恒河 这个很肥沃的 对对 很好的稳定的水 来 他叫人口稍微控制一点 其实是一个很富庶的地方 嗯 所以并不是说老天 没有真正 祝福他 要祝福他们 而是说这个也要自求多福 嗯 OK 你们都去过孟加拉 当然没有 但是我想 有个观念 狗妈得提出来 就是如果我们在地球上面 用现在的资源 大家要过愉快舒适的生活的话 这个地球大概只能 支持15亿人的生活 嗯 可是现在已经将近60几 将近接近70亿人了 嗯 所以很多人去住了 本来不应该住的地方 嗯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灾难很多 我们看到暴雨很多 为什么这些暴雨会成灾 以前 第一个以前不会成灾的原因 是因为 它本来就留在没有人住的地方 嗯 再就是第二个 你水泥都市丛林化了以后 你水根本就排放不出去了 对啊 所以很多是人为的因素在里面 人去了不该住的地方 跟大自然抢了地 地球只能撑15亿人啊 对 哇 它现在不就已经 它over到 大概四倍 四倍了